大家好,我是好丰盛的吉他手,聖恩 今天呢,我们要来延续上一堂课,讲到新房新房的前奏 那这一堂课呢,我们要来讲新房新房的主歌 那前奏我们花比较多时间,也有比较详细的 会有附六线谱的解说 但是呢,在主歌这个部分呢,因为进入到旋律会进来 那这个时候我的身份就比较变成伴奏 所以我就不会把弹奏的部分做得这么精准 其实我每一次弹都会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但是呢,我们这一次在主歌这边呢 我会用比较简单的伴奏手法 来让各位比较清楚一点 好,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和弦 和弦呢,第一个是D和弦 再来是A over C sharp A on C 然后第三个呢,原本是 应该是Bm7 那我喜欢找一个 这个叫Dsus2 on B 那同时呢,它的组成音呢 如果你从第五弦 往下弹 连第四弦都弹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个Bm7的直行 Bm7的组成音 只是没有五音而已 然后下一个呢,就变成Dsus2 on A 然后再来Dsus2 on G 然后再来Dsus2 on G 其实我要的是G和弦的效果 就算一个9E 再来A和弦 A7 然后回到D Dsus4 然后解决会D 再来呢 一样Dsus2 on G 然后下一个会是A on G 再下一个是Cm7 这是Cm7 然后加一个C 第二弦空弦的这个也是C 再来是回到Dsus2 on B 也就是Bm7的角色 再来呢 又回到四集 Dsus2 on G 再来A7 然后回到D 好,那这里呢 这一小节呢 会是Am 然后D7 这边做了一个附属和弦 以后有机会再来解释 再来呢 又回到D G 不好意思 Dsus2 on G 再下一个呢 又是A on G 再下一个呢 Cm7 加11 再来Dsus2 on G B 再来呢 Bsus2 on G 再来回到A7 最后解决到A D 好,这样一整段就是主歌 好,那接下来右手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保持两个简单的伴奏手法 第一个是 当一个小节会有两个和弦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弹这个 T 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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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音域的切換可以讓聲音有時候聽起來不會那麼刺激 會比較溫柔一點 這個是在一二三弦 這個就移到二三四弦 這個也在二三四弦 好 如果我都停在一二三弦聽起來是這樣 不太一樣 然後呢 再來 在一個小節只有一個和弦的時候呢 我們就保留最簡單的 D E 2 E 3 E 2 E D E 2 E 3 E 2 E 這樣子就可以啦 整個主歌是這樣子 然後呢 任意的方法 好 以上就是心房心房的主歌 他的左手的和弦 以及右手的伴奏 这个伴奏是比较简易的伴奏手法 然后比较单纯一点 让各位可以比较快速的上手 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内容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欢迎在下面帮我按订阅 然后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的专页帮我按个赞 那这样可以鼓励我让我拍更多影片 谢谢大家